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高人气的四位常驻嘉宾 从第三季第四季开始就一直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 综艺播放指数也就远超了其他综艺 但是除了王牌对王牌之外的综艺 播放指数较高的就剩下阴宗了 三月的阴宗闪光的乐队首当其冲 之前有人这样评价闪光的乐队走着乐队的路线 但是却实际上节目呈现和乐队没有太大关系 只不过是把音乐改成了摇滚版 但是实际呈现还是以选手为个体 这个大概是闪光的乐队这个节目的一大槽点 这一季的天赐声音热度很高 已经超越了春天花会开 两大流量实力歌手分别作证两大音宗 显然这一次天赐的声音更讨喜 天赐的声音从最初第一季的无理头赛制 到第二季的关注度一落千丈 终于在第三季请来周深救火 让节目增加了不少关注度 第一期的天赐周深的歌曲又是推荐金曲 还出了盖和吉克俊逸一首超然的问风 成为各大榜单第一 最后加上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多了一位音乐合伙人 且飞行嘉宾开始录制多期 节目也变得更加有看点 春天花会开排在了音宗的第三位 排在了整体综艺的第五名 这个综艺目前除了凭借基本的推广以外 就是华晨宇谭文维凭借自身带来的人气 这个节目之所以关注度稍微弱一点的原因是 春天花会开类似于素人选秀节目 而天赐的声音都是出道歌手竞技的节目 自然素人选秀流量不会太大 并且春天花会开这个节目 其实能够看到的是华晨宇 雷佳谭文维的点评 看不到他们三位的音乐舞台 这大概也是播出指数还不过的原因 其实如果浙江卫视能请华晨宇和周深同台 都作为音乐合伙人 那么第三季天赐的声音应该会成为2022年款音宗爆款 至于东方卫视的爱乐之都 确实没能通过另辟蹊径而激起一点点观众联谊 目前关注的可能是爱音乐剧的人士 这个音宗已然排到了播放指数第九的位置 这个节目的定位太高了 通俗点讲就是不接济器 毕竟欣赏音乐剧的能力 还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呀 闪光的乐队已接近尾声 接下来就是天赐的声音和春天花会开 以及4月即将上线的乘风破浪的对打 如果乘风破浪上线后 估计直接可以叫嚣最强音宗 甚至可能收视和播放指数会超越 目前综艺播放指数第一名的王牌对王牌 所以如果乘风破浪上线之后 你们继续关注的音宗是天赐的声音3 还是春天花会开 还是乘风破浪呢